字幕 CleOUGHT 各位同學大家好 歡迎來到數位訊號處理器第9單元 記憶體配置以及CMD檔案 在這個單元當中 我們要介紹一些TI軟體的開發工具 以及記憶體配置 还有CMD file怎么撰写 那这些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说 我们要执行一个专案的时候 我们必须把这个专案做编译 然后这牵扯到许多一些相关的概念 所以在这单元中我们会来做介绍 好那我们来看下去 首先我们要介绍 我们的单元学习目标以及大纲 首先我们要介绍TiN软体发展工具 然后接下来我们介绍 TMS320F28027的记忆体配置 也就是在这门课当中 我们所用到硬体28027 它的记忆体配置的方式 然后介绍完记忆体配置 我们会介绍它记忆体的区块配置属性 以及限制 然后最后我们会介绍 如何来撰写一个CMD文件的格式 好最后我们会有一些范例的练习 让各位同学来了解 到底记忆体配置跟CMD文件是有怎么样的关系 那当然这边有一些相关的文件 各位同学可以去参考 因为在课程上面 我们所能提到的有限 如果各位同学想做更进一步的了解 可以到TI的网站上面去 去下载关于组合语言的工具 也就是我们投影片上面 所显示这样的网址 去下载这个档案 如果想了解它的Compiler跟Linker 的使用方式 也可以去TI的网站上面下载 它的文件说明档 好那我们第一个part要介绍TI软体发展工具 这边是上 我们总共分成三个部分 先介绍第一部分 首先它发展的工具有包含了 Compiler、Astemper 还有Runtime Support Library 包含Archiver And Linker And Library Information Archiver 然后还有Absolute Lister And Cross Reference Lister 还有Disassembled 还有Object Fire Display Utility 还有Strip Utility 还有Hex Conversion Utility 那这些发展工具 其实我们等一下会一一介绍 也就是说我们在编译一个专案的时候 我们在编译一个程式的时候 所会需要一些开发的发展的工具 那如果你会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 当你变成一个软体的专家的时候 你就非常仰赖这些工具 如果各位想做更进一步的优化的时候 你就会需要这些工具 那这些工具放在哪边呢 如果你是安装在某槽 例如C槽下面TI这个木屋下面的话 它的工具就放在TI木屋下面的CCS V6 斜线 反斜线 Tools 反斜线Compiler 反斜线C2000 然后这边是有加个版本 这样一个名称的BIM下面 在这木屋下面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所提到刚才那些软体工具都在那边 那这个部分我们要介绍 如何来使用那些工具基本的概念 然后图中阴影部分是我们常用的工具 其他的是选用 如果你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城市开发者的时候 你当然有可能会需要用到一些工具 如果你只是一个初学者的时候 其实你只要像我们上个单元一样 你只要很简单的按一个小瓢虫的符号 它就会帮你做整个流程的编译 你只要看结果对不对 如果你是个进阶的 你可能需要做一些某部分的优化或做一些修改 那当然你能了解整个软体发展环境的使用流程 那当然是更好 好那这部分是常用的 那我们来看刚才整个流程图的上半部 整个C档案进来之后 我们会先进过一个编译器 就是C或C++的Compiler 然后Compiler完之后 会经过Assemble 那经过Linked 就是图形的下半部 连接器 那这边包含了很多的一些相关的发展工具 好我们先来一一介绍 首先我们介绍C跟C++的编译器Compiler 然后这个编译器基本上是整个硬体 整个开放性 为了要转成可执行的机械 所以这个编译的套件包含了 我们整个命令行的界面解析器 就是Share Program 以及优化器 Altimizer以及交叠工具 然后命令行界面这样的Program 是提供我们将编译跟主意 连接在一个步骤做完的一个Share Program 好优化器是说 这个编译器也提供Altimizer 为了要增进程式的效率 然后交叠工具是说 当我们在做C跟C++ Compiler的时候 我们最后会编译成一个组合语言 那组合语言 它会希望透过这样一个交叠工具 来看说我们编译之后 我们组合语言是怎么样子 透过这个Tool可以来 来做你一个交叠 一个方法 来看看编出来的好不好 那详细的部分可以参考 这个档案 去TI网站上面去下载这个档案 然后这边是一个范例说 你交叠输出的结果 可以看到说你一个C程式 最后编译出这个组合语言会长怎么样子 可以去来做参考 然后刚才讲过C跟C++的编译器 Compiler 它基本上是透过一个程式 一个工具 叫CL2000 后面有加一些引数 就是有些Options 后面加FileNames 就是你的C程式档名 然后这边Link的Options 这些是我们你要所要下的参数 所以基本上我们这个下这个指定的时候 我们可以执行我们Compiler 跟我们的Assembler的功能 好 接下来经过Compiler之后 我们把整个C程式变成组合语言程式 它就会经过主译器 去把真正的程式码变成一些机械码 然后在这个介绍之前 我们先介绍甲指定 Directive 那用在组合语言中 因为我们刚才是把C变成了组合语言 所以用在组合语言当中 我们要定一些程式码的部分 或是已经初始化 不是常数形态的资料区段 例如说.data 若是程式区段 我们就会看到程式码中 会有.text.test 这样的甲指定出现 所以在我们整个组合语言里面 会有这样这些甲指定的形态 例如包含.ebss 也就是定义未初始化的变数 或是已经初始化之常数形态资料 .econstant 或是以初始化变量跟常数表 .cinit 或是函数呼叫的堆叠 .stack 那这些甲指定都会出现在我们的组合语言程式里面 然后还包含了一些.byte .chart 或是一些位元对齐 还有保留集体空间 甚至.title 点.length 或是点label 点set 或是点macro 或是一些定义 我们的组合语言的function 的夹指定 好 那assemble 基本上是要主意 我们组合语言 将它成为机械语言 包含了指令 还有那些夹指定 以及聚集的夹指定 然后夹指定不会直接产生机械嘛 它主要目的是为了方便程式设计人员 灵活的控制不同 组语的程序 例如说你看到一个组合语言 它发现它里面有一些夹指定 那例如点data 后面就是怎么样 代表资料区段 那点test 后面就代表程式区段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说 我们在我们CMD file 也有一些夹指定 例如说ROMS 这个夹指定来定义 记忆体中ROM的范围 在下一个部分 这个单元我们会介绍 CMD file 我们就会介绍 然后整个assemble 也可以透过这个CL2000 这个指令 来做一个主意 各位同学 在这个part 我们介绍了 我们在开发 整个专案的时候 所会用到的一些软体工具 包含了C C++的compiler 以及后面的主意器 然后在我们用CCS的时候 它背后是ROM这些执行的工具 只是表面上 我们是ROM一个图形界面 但是它骨子里还是ROM这些程式 在我们早期开发整个DSP的专案的时候 我们是一步一步来执行这些程式 所以现在TI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界面 就是CCS 让你做这样一整个流程的执行 那当然它每个工具有一些参数的设定 也可以透过CCS 你可以进去它的一些性质里面做设定 然后真正设定出你所想要执行的一些参数 好 那我们下一个part 我们会继续来介绍 这些执行tools 它有其他的功能